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所说的 给一个变量传递参数的一个三个运算符 比如说A等于3 E负3大于2 else 这个A是几啊 现在 A结果是几啊 A就是3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3大于2就条件成立 所以当E负这个条件成立的时候 它会把E负前面的指南负给A 否则的话就会把4负给A 那如果说我们比如说这样写 如果说3大于5 那这个时候A是几啊 4对不对 就这样子的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也是一样 我们没有必要写太多的行 对吧 一行就能把它给写了 所以看起来呢 整个代码呢会更加扁平一点 然后呢会更加简洁一点 然后得到效果就这个样子的 所以说下面呢也是一样的 我们一起来写一下这个程序 我们就叫01 百度 翻译 那class一个 比如说 这要百度 翻译 然后也是一样定义一个init 在init里面我们是不是都不做 先定乱方法 乱方法里面实现主要逻辑 对吧 写下注释 这是实现主要逻辑 那首先第一步 我们要干什么 第二步要干什么 我们把我们的这样一个大问题 分解成一步一步的一个小问题 对吧 然后依次去实现这每一步 最最终 当我们把每一步实现完了之后呢 整个程序就结束了 那首先第一步 我们要做的事情 是不是要获取语言类型啊 语言类型 那语言类型获取完了之后呢 干什么呀 第二步 第二步 是不是要准备数据啊 准备post的数据 对不对 那么第三步呢 准备post完数据 是不是要发送post的请求 获取响应 对吧 第四步就是提取数据了 对不对 这张提取数据 就是提取翻译的结果嘛 对不对 提取翻译的结果 那可能呢 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注意到 第一步 获取语言类型 有同学可能觉得太难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获取语言类型 那这个时候也是一样的 遇到这样一个大问题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再写 1.1 我们对应的要获取语言类型 就是要先做第一步 再做第二步 再做第三步 要干什么 我们都可以写在这个地方 要获取这样一个语言类型 是不是我们也是一样的 先得去准备 它到时候是不是发一个post的请求呀 那准备post的URL地址 post的data 对不对 把这两个准备好了之后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去干什么呀 发送一个post的请求了呀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 1.2 发送 post的请求 获取 响应 那响应完 做了完之后呢 我们1.3 是不是就是 提取语言类型呀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 当我们这里有个非常大的一个步骤 我们步骤该怎么做的时候呢 我们也是一样的 可以把它分成更小的一些步骤来做 做完之后呢 我们就照着先做它 再做它 再做它 这三步做完之后 其实这个第一步就做完了 对不对 第一步做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做第二步 第二步做完 做第三步 第三步做完 做四步 程序 跑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调用一下 调用一下这个类 也就是实力化这样的类 百度 翻译 对于你百度 翻译 对吧 然后呢百度翻译点乱 那么到时候呢 可能在这里还需要传一些参数 那么到时候再说 对不对 反正到时候 执行的样子就是这样子的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分别完成 这一二三四步 第一步 获取语言类型 也就是要准备 我们要 发送获取语言类型的这个UR地址 就UR地址呢 也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放到这里来 就是self.long getypt UR等于什么呢 我们去找一下这个UR地址 这个UR地址呢 是 我们翻译一点百度 对吧 然后它是手机版的页面 点一下它 然后请求一下这个地址 在这个地方呢 也是一样的 我们得找post的真正地址了 对不对 那post的地址呢 我们只需要在那里输入一个内容 比如说输入一个 你好 然后太多了 我们可以把它清除掉 当我们再点一下这个翻译的按钮 它肯定会重新发送一次请求 对吧 那首先呢 语言检测这个 是这个UR地址 我们昨天也看过 对吧 把它放到这里来 放到这里之后呢 我们还在准备什么呢 post data 对不对 那这个post data 我们该怎么做呢 post data其实非常非常简单 就是什么呀 就是它对不对 是不是就是它呀 那我们可以直接把它的放到我们这个地方去 那我们的这样一个 none detect data 就等于这样一个字典 然后呢 我们放到这来 就这样子的 对不对 只不过这个地方内容呢 我们到时候肯定 可能要变一下 是不是 这个你好这两个字呢 并不是我们这种要翻译的 我们可能要翻译的东西呢 是我们想到输入什么 去翻译什么 对不对 那这东西我们可以放哪呢 是不是也是一样可以放到英特里面去啊 在行李化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它传过来 对不对 transl str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在rf外面用 我们可以把它传给self点 transl str 对应它对不对 那这里呢 我们就放 self点 它就好了 对不对 那么第二步来 1.2 我们要发送post的请求 获取响应 那发送post的请求 获取响应 这个事情 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是不是得 使用request的呀 那么大家可以看见 我们第三步的时候 也是要发送请求 获取响应 这里也是要发送请求 获取响应 那所以说和之前一样 我们可以定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就专门帮助 我们发送请求 获取响应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先import一下request 然后在这里定一个方法 也是一样的 parseur 还是之前那个名字 urr就传过来 那这里呢 由于是post的请求 我们还需要 传入post的data 对不对 那这里就是request 叫post 对吧 urr地址 然后data等于data 然后还需要一个headers 对吧 然后等于headers drs 那headers呢 我们可以放到 影片里面去 那就是self.headers 等于什么 对不对 self.headers 放过来 把它拿过来 放在这里 然后呢 我们 添加一个见证对 然后就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然后这是response 对于它 然后我们return response 叫content 叫decode 对不对 然后就这个样子 那这个样子 拿到响应之后呢 我们 是不是得调用这个方法 就可以拿到响应啊 拿响应之后呢 我们可以提取一下 这个语言类型 对吧 提取这个语言类型 这个操作呢 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可能一步就写完了 但是在这里 大家需要注意的 这是一个字符串 对不对 我们要从这个字符串里面 把它转化成这样一个字典 因为这是个节省 对不对 把它转化成一个字典 我们需要什么呀 是不是要impro的节省呀 然后大家可以发现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能要把这个字符串 转化成节省 那这个地方呢 也是一样的 我们也要把这个字符串 转化成节省 是不是 所以两次发动请求 后续响应的时候呢 我们都是要把字符串 转化成节省 对吧 那其实我们就可以 压根完全在这里 接省点lose 我们返回一个字典 就完事了 对不对 是不是呀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比如说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写 写个什么呢 就写个 就等于什么呢 self.parse.ul 然后呢 把self.long.detect.ul 传进去 对吧 然后再传这个 刚刚准备好的 这个post data 这是不是得到一个字典了呀 在一个字典之后 我们直接取你们的东西就好了 对不对 取你们的 这样一个none 是不是就得到 真正的我们的语言量类型了呀 是不是 是不是取到zh来 如果输入这中文的话 是不是取到zh来 所以我们把它传给none 那提取语言类型 这个事情是不是就搞定了呀 搞定之后 我们是不是 在做第二步事情 相当于我们把这两步写完之后 或许语言类型这个事情 是不是就干完了呀 干完之后 做第二个事情 就是准备post的数据 写一下注释 准备真正的 我们要翻译那个post的数据 对不对 这叫翻译的post的数据 是什么样子呢 是这个样子的 对不对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首先也是一样的 先准备它的ur地址 它ur地址呢 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ur地址 放到我们的这个地方来 就是self.trans.ur 等于它 ur地址准备好了 我们还得准备post的数据 那就是 trans data 我们也是一样的 可以放到这里来 对不对 那放到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和这个同学一样 定一个函数来做 那么或者呢 我们直接在这里写 也是可以的 对不对 那么它是这个样子的 对吧 对吧 然后呢 把它写到这里来 我非常清楚 理好这两个字呢 到时候我们肯定要 替换掉别的东西 对不对 然后就这个样子 理好来是什么呀 self.trans.str 对不对 那么它等于 from等于zh if什么时候呀 if long等于zh的时候 是吧 是不是等于它的时候呢 else呢 我们就要把 前面这个地方 顺序给替换一下 对不对 else的话呢 就是from等于 那么to 等于zh 对不对 是不是要这样做呀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把trans.data 准备好了 它准备好了之后呢 我们要定用这个方法 发送真的post的请求了 对不对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一个 rit 来接受一下 d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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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接受一下 dict 就是dict 响应 dict response 等于self.pass.url 然后也是一样的 我们先把urg拿过来 urg呢 就是self.trans.url 对不对 trans.url 然后呢 还有一个 就是trans.data 对吧 传回去之后呢 然后得到一个 字典型的响应 然后做第四步的事情 提取结果 那提取结果这个事情呢 我们可以 在这里也是一样的 把它 放这个地方来 对不对 get.write 然后把它复制过去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来写一下 刚刚那地方没有录屏 然后在这个地方 我们把dict.response 拿过去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是 提取翻译的结果 做这个事情 那这个事情呢 我们也是一样的 在这个地方 就是ret 对于dict.response 我们看一下 这个数据响应在哪个地方呢 响应它是在trans 这个键对应的 dst里面 对不对 那所以说呢 我们直接trans 然后它是一个列表 小达第0个 然后呢 它的dst 对吧 dst 是不是这里面啊 然后呢 我们print一下 和之前一样的 ret 然后整成就写完了 我们代用下这个方法 self.get.ret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 大家可以发现 为什么有的地方呢 我定的一个方法 有的地方呢 又没有定义方法呢 因为有的地方呢 我一行都能写完 写完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呢 比如说这个地方呢 我就没有定义一个方法 那么当我们发现 一行写完 或者一两行写完的时候 太复杂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定义的方法 放到这前面去 放到前面去之后呢 我们run方法里面 就刚刚我们这个思路 挨着从前往后做 做完之后呢 整个成绩就结束了 对吧 那当然我们这个地方呢 就可以拿到一个 transstr transstr没有 所以我们要import一下sys 对不对 importsys 那在这个地方呢 strstr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sysdr argv 对不对 然后其他第一个 是不是就是了呀 然后大家翻译之后呢 就会得到一个结果 他先从前往后做 做了一二三四步 对吧 所以说呢 在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到这里呢 我们已经就可以写完了 写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回后头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程序 我们先进的run方法 里面写的是我们这样一个思路 我们按照这个思路 一步步的往后写 但是大家首先得有思路 对吧 得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我们第一个要 或许语言类型 然后呢再去准备post的数据 然后呢 发送请求 或许响应 然后提起结果 当然呢 这个代码是本身来说 是比较简单的 一共就没有多少行 对不对 所以大家从前往后写 或者写不起来 面向对象 可能并不太影响 对吧 大家也能看明白 只不过到后面的代码比较长的时候呢 可能这个时候就比较费劲了 对吧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来执行一下这个程序 看一下结果 那么python01 因为我们没有放东西的后取 对吧 因为我们要翻译内容 比如说我们要翻译 今天风很大 这个翻译好像 非常的 非常的直白呀 对不对 那么看一下 比如说刚刚我们把中文翻成英文 对不对 那么再把英文翻成中文一下 我这样写 大家看有问题吗 什么问题呀 只能翻译today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前面也见过 sys.argv 它是按照空格来获取这个数据的 对不对 获取我们传的参数的 迷你行参数 为了解决这个情况 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加上引号就好了 对不对 写错了 不是 英文中文一下引号 刚好翻译回去 翻译的也是非常棒的 对不对 多了一个句号对吧 好 这个就是这样一个内容 这个内容呢 交代理我们就结束了 代码本身也非常简单 我来说 我来说 对不对 感谢观看